Hello 大家好 大家应该看到了 中方已经勒令美国关闭驻成都的总领事馆 继22号 中国驻美国休斯顿的总领事馆被迫关闭之后 这三天以来 其实大家也都已经猜到了 美国驻中国的一共内地一共五家领事馆 加香港的一家 一共六家领事馆当中肯定有一家也会被关闭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外交政策上是对等原则 那么具体到关闭成都领事馆 我想也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关闭成都领事馆这件事 大家其实都不意外 让我比较感到 怎么说呢 小意外的是什么 就是关闭成都领事馆的方式 大家可以现在去网上看一下 现在目前以现场直播的方式 自中方通知美方关闭成都领事馆后 现在以现场直播的方式 在播放成都领事馆 目前的一些现场的一些状况 它架设了两台摄像机 一台是对着领事馆的大门正门的方向 另外一台摄像机是俯瞰的角度 俯瞰这个角度就特有意思 非常像前三天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在楼顶上 中方工作人员不是在烧文件吗 就是这个角度 用它是相同的角度 现在目前正照着成都的美国领事馆 我在想 其实这招挺狠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驻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 烧文件是被别人拍下来的 还有一个大概十几秒钟的一个短视频 反正也非常模糊 都在说说中国在烧机密文件 怎么怎么样 谣言四起 那么这次呢 中国对美国呢 干脆就来一个狠的 我72小时现场直播 而且相同角度 罩着你 说白了就是 你如果想烧文件 你也只能回屋烧了 大家想想 如果回屋烧东西 烧纸制品的话 那估计能把它自己呛死 对吧 但是这个是一句玩笑话了 正常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美方突然通知 中方关闭休斯顿领事馆之前 应该已经知会过 美方在中国的这几个领事馆了 所以说他们应该都相继的把 应该处理掉的文件也好 或者资料也好 都处理掉了 他不会等中方反制的时候 他们再手忙脚乱的去搞 但不管怎么样吧 现在目前来讲 中国以一种72小时现场直播 然后呢 再加上 现在目前我看已经有将近两百万观众在观看了 到时候可能会逐渐攀升的数字 72小时现场直播 加数百万中国老百姓 在旁边吃瓜看戏 这种方式 来关闭美方驻成都的领事馆 我觉得也是 起码这种方式 我觉得还挺有心意的 他这种关闭的方式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挺有意思啊 好 好 好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